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卓多线程和一部任务系列视频 我是朱央老师布鲁 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我呢,从事安卓开发已经4年多了 目前是一家全球知名的语言识别和人工智能公司的技术骨干 仍然还在一线写的代码 拥有丰富的安卓项目开发经验 我从事过手机上面的研发 也从事过平板电脑上面的研发 也从事过电视上面的研发 到目前为止,主持研发了十多款已经成功上线的APP 涉及到了电商相关的,音视频相关的,以及社交软件相关的等等 也同时带领了多个成熟的技术团队 希望在我的帮助之下 能够让大家学好我们安卓的多线程和一部任务这一块 本节课是我们整个系列课程视频的第一讲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整个课程将要学哪些知识点 打一场有准备的战争 好的,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思维导图 这就是我们整个安卓多线程和一部任务这一块所涉及到的知识点 我们分为了多线程的意义 多线程的创建 线程词的应用 一部消息处理机制 一部任务 以及最后设计一个自己的图片轮播器 首先先来看一下我们的多线程的意义 我们最开始先要学习一下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多线程 我们学习一个东西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 我们平时开发的好好的 为什么要引入多线程的这个概念呢 就是我们第一个知识点 为什么要用多线程 第二个知识点 为什么通过多线程可以提高我们的用户体验 从而避免我们的ANR 那么这里就要抛出什么是ANR 并且深入了解一下我们的ANR 以及它的事件处理原则 以及在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如何会引发一个ANR 以及如何通过多线程来避免这个ANR 到这一步为止 我们已经就了解了为什么要用多线程 以及多线程的好处 那么这里我们还要去思考一下 当我们引入了多线程的概念以后 那么线程与线程之间必然会涉及到数据的交互 以及通讯相关的 这个时候如何来实现我们多线程之间的通信呢 这个时候就会用到我们安卓为我们提供好的两个线程的类 一个是我们的Handler 一个是我们的AssignTask 我们将会深入了解并且学习掌握这两个类 但我们学习完这一块以后 我们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个知识点 就利用我们的线程词来提高我们的性能 这是我们多线程编程这一块的一部分进阶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小节 多线程的意义 我们将会了解这些东西 而第二个部分 我们就会开始实际写代码如何来创建我们的线程 并且如何实现我们的多线程编程呢 而我们本身安卓是基于我们Java这本语言的 而针对我们的多线程编程这一块 跟我们的Java也是大同小异的 我们在这里会在一定程度上回顾一下我们的Java知识点 比如说我们如何来实现我们的多线程 在我们Java当中我们有两种实现方式 分别是继承我们的Suite类来实现一个多线程 或者说实现一个RunApp接口的目标对象来实现我们的多线程 这两者我们需要再重新温固一下 最后我们还是要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实现一个RunApp接口和我们直接继承一个ThreadLay 这两种实现多线程的方式到底有什么区别 这两者又有什么优势和一些劣势 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小节 关于我们实际的代码如何来创建一个多线程 当我们了解了多线程的意义 当我们掌握了创建多线程以后 我们就引入了线程词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的第三个小节 线程词的应用 我们为什么会引入线程词呢 那么肯定是有原因的 就是我们通过之前的创建 比如说我们的LewThread这种方式 它存在一定的弊端 会对我们的性能存在一定的浪费和损耗 我们希望能够优化这一部分 从而就引入了我们Java现成词的概念 而我们Java现成词这一块 我们要学习四种现成词 分别是我们的Catch现成词 Fix现成词 Schedule现成词和我们的单力现成词 我们都会结合实际的案例来具体的掌握 这四种现成词到底有什么区别 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 能够熟练灵活的使用我们的现成词 提高我们Java多现成编程的性能 好的 当我们学到这里以后 基本上我们多现成编程这一块 在我们安卓当中的知识点就已经学完了 而这个时候就要去思考 既然你开启了多线程 存在了一个线程 两个线程 甚至多个线程 那么这线程与线程之间 会存在通信 线程与线程之间 会存在数据的交互 那么这里就会引入一个异步消息的处理机制 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类 就是我们的Handler 这是我们Android SDK当中 已经实现好提供给我们直接使用的一个类 我们通过这个Handler就能够实现我们线程与线程之间的通信 我们将会重点解析它的用法 并且结合我们的实际案例做一个进一步的分析 这是我们的第四个小节 当我们学习完我们Handler 并且用我们Handler进行线程与线程之间通信以后 我们会发现Handler的代码书写出来略显繁琐 我们希望能够有所优化 而这个时候作为我们安卓的制造者谷歌也早就考虑到了这一块 所以我们的谷歌 因为我们推出了我们的一个异步任务 是什么呢?我们的assign task 它其实就是高度封装了我们一些异步任务啊 消息处理啊 我们消息通信等等 它通过我们封装的形式 让我们直接从外部就调用这个assign task的一些方法 就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一个目的 能够其实它本质上的诞生的初衷 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的使用者 我们也将重点解析它的用法 并且结合我们的实际案例做一些分析 这是我们第五个小节 异步任务 其实到这里为止 基本上我们安卓的多线程和异步任务 这一块的所有的知识点也就涉及到了 而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做一个小的案例 来把我们之前的知识点利用起来 能够让我们的学习更加深刻 我们这里选择的是设计一个自己的图片轮播器 关于图片轮播器这一块 相信大家通过自己手机上面的APP应用 就应该经常会发现我们的图片轮播器 比如说我们淘宝的首页啊 我们京东的首页啊等等 都会有一个图片轮播器 那么这里我们要分析一下它涉及到哪些知识点呢 首先肯定会加载显示我们的轮播图片啊 它是多张的形式 而当我们图片加载完成以后 我们是可以支持我们手势滑动来轮播我们的图片的 同时如果我们没有人为的行为的介入 我们的轮播器也会自动轮播我们的图片 而我们这里会结合我们一些UI空间 以及我们的多线程和异步任务 来完成一个自己的图片轮播器 在这里的话老师也会通过多种方式 来教大家设计自己的图片轮播器 采用多种实现的一种形式 来加深大家对相应的知识点的一些理解 好的 这就是我们整个安卓多线程和异步任务这一块 所涉及到的知识点 以及我们整个课程大纲 希望大家在第一节课的时候 对我们即将要学什么 有一个大概的认识 打一场有准备的战争 那么我们从下一节课开始 也就会正式进入我们多线程和异步任务